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慕思维 墨语津津 1507集 我需要一名普外科的医生 拿着麻药和缝合伤口的器具去一个村子 帮一个人缝合伤口 哦 这没有问题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马上安排扔手 这个人需要四十以上 去的时候一定要穿白大褂 他要装成是这家男主人的表哥 你得找一个情商和智商比较高的人办 千万不能露馅 这事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听到张凡严肃的口气 马志勇也明白了这事情的严重性了 好的 这些我都记住了 张院长 您尽管放心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需要叮嘱的呀 到了以后少说话 放着露馅 切记 让他仔细观察一下 那个伤口的形状 好 明白了 那你安排吧 有了结果以后给我回电话 好的 等他回来医院 我让他亲自跟您说 两人电话关断不久 张凡又接到了老胖的电话了 张大师 我沿着血迹 一直追到了我们村东坑的村边 那血迹就消失了 我感觉那个家伙 应该就是在这里受的伤 东坑的水很浑浊 从表面看不出来什么 文言 张凡眉毛一皱 东坑 水里 以和风水局在水里面吗 风水局是讲究山川地势排列的 按照常理来说 是不可能在水里面的 难不成那瘦弱男子来逃里村的目的 不是为了以和风水局 而是别的吗 还有 从身材瘦弱男子对壮硕男子的针对来看 他们两人是竞争关系 是有共同目的的 如果两人不是为了以和风水局 那他们的目的又会是什么呢 一下子张凡脑子很乱 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张大师 张大师 直直没有张凡的回应 老胖开口问 哦 接下来你好好监督他们两个 还是那句话 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 好的 张大师 对了 我派的医生已经去了 您放心 我马上回家 一定把戏演好 随后 两人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把电话挂了 张凡收拾完了碗筷 驱车到了平山第一院 今天是欧阳老头 第一天去带他媳妇住院 他作为医院的副院长 理应过去看看 让医院的医生们多多关照 等张凡到了 欧阳老头正在办理住院手续呢 张凡跟他打了个招呼 便到了妇产科主任办公室 妇产科主任一眼便认出张凡来 张凡严谨一概地道明了来意 让妇产科主任 关照一下欧阳老头的老婆 妇产科主任十分痛快地答应了 并且 金字为欧阳老头办了住院手续 而且还安排了一间特护病房 把欧阳老头老婆安顿好 张凡和欧阳便出了房间里 在楼道的椅子上面坐了下来 怎么样 去了吗 嗯 去了 找到了吗 没有 在水里面的风水局 你有见过吗 在张凡的认知里 虽然没有置身于水中的风水局 但不能代表就真的不存在 毕竟 他并不是风水堪于一脉之人 置身在水中的风水局 欧阳老头有些错愕 短暂思考了一会儿 他说 我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风水局 怎么 你怀疑 桃里村的乙和风水局 在水里面 我也不清楚 现在很多事情还不清楚 没什么头绪 可大胖家现在 已经住了两个悬门众人了 我说你怎么回来了 现在咱们没什么线索 尽管欺变倒是最好的办法 你呀也不用着急 咱们慢慢来 张凡点头 这时候他手机响了 张凡拿起来一看 是马之勇打的 他并没有接 而是对欧阳老头说 好好照顾你老婆 我有事先走 有什么需要 随时跟那个妇产科主人说 行 那你去忙吧 欧阳老头摆了摆手 目送张凡离开 张凡到了马之勇的办公室 马之勇的办公室 除了马之勇本人以外 还有一名 四十五岁左右 输着分头的中年男子 见张凡进门 坐在沙发上面聊天的马之勇 和分头中年男子都站起身来 都是叫了一声张院长 张凡冲马之勇点头 而后把目光 落在分头男子身上 你就是 被马院长派去 缝合伤口的人 就是我 坟头中年男子 重重地点了点头 辛苦了 那个伤口是什么形状 那男子的身上 不是一道伤口 有六道 受伤的位置呈圆形 直径大概有十公分 受伤位置 都是被钝器所伤 就好像是被大锤子给砸了一样 皮肉组织都已经碎裂 文言 张凡的眉毛不有一条 中年男子的脸上 也浮现出一抹疑惑了 有件事让我觉得肥夷似 寻常人体受了这么重的打击 削弱之下的骨骼一定会折断 但是 我看他的骨骼 却并没有折断 对此 张凡并没有什么疑惑的 将真气灌注到骨骼里面 是可以增强骨骼强度的 那身材偏瘦男子 很可能在接受打击的时候 这么做了 这时候 坟头中年男子又说 对了 张院长 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十分奇怪 什么事 那男子的血液 打眼一看是红的 可是仔细观察 他血液里 好像混合进了蓝色的物质 那种蓝色光芒 十分的明显